在农村相信老铁们呢 最常见的鸟儿类应该就是麻雀了吧 那么麻雀的寿命到底有多长呢 为什么我们很少见到麻雀的尸体呢 难道它们不会死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动物的奥秘 我是大象 提起麻雀相信老铁们并不陌生 麻雀的分布很广 全国各地都有它们的身影 屋檐下 树上 天空中 几乎只要你在外面一抬头 就能看见一两只麻雀 在很早以前呢 麻雀多的成了我国的四海之一 现在麻雀也是比较常见的鸟类 可以说是数量最多的鸟类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麻雀 却见不到麻雀的尸体呢 有的网友说呀 麻雀长命百岁 它们几乎不死 所以看不见尸体 要想了解麻雀的尸体去哪呢 我们就要先了解麻雀 首先呢 麻雀并不是特指某种鸟类 其实啊 麻雀是27种鸟类的统称 我们中国呀 分布五种 一般呢 我们抬头望见的小鸟 就是麻雀的一种 麻雀的繁殖能力呀 很强 每年4到8月 是它们的繁殖期 一年呢 可以繁殖两次 一次呢 可产下5至7枚的麻雀蛋 一般呢 11到14天 就可以孵化出来 是鸟类呀 孵化期比较短的 那么老铁们最关心是不是麻雀的寿命 其实麻雀的寿命很短 有研究表明啊 麻雀的平均寿命啊 在5到10年 这要看麻雀的生存环境和气候条件 其实啊 有很多的麻雀 根本呢 活不过自然死亡 就已经死去了 每年呢 都会有大量的麻雀死去 那么麻雀死后的尸体又去哪里了呢 为何呀 我们平时看不见呢 原因呢 主要有几种 第一呀 就是天敌的捕食 麻雀的天敌呀 有很多 比如猛禽 蛇 猫等等 身体敏捷的麻雀 可能啊 躲过天敌的捕杀 但是啊 衰老一点的 机能推化的麻雀 就没那么幸运了 对于啊 死于天敌之手的麻雀 就会啊 被敌人吞死 第二种啊 就是分解 一些啊 没被敌人捕食的麻雀 死了 就落在了地上 尸体啊 就会慢慢的分解 因为啊 麻雀体内的微生物 会开始啊 分解麻雀的尸骸 天气越热 微生物啊 分解的就越快 最快的分解速度啊 都用不上一个星期 据说啊 麻雀的尸体 能够分解出一种物质 这些物质啊 可以滋养大力 第三种啊 我们都知道 乌羊 还有一些动物啊 是以吃腐蚀为食 他们呢 喜欢吃腐烂的尸体 对于他们来说啊 吃腐烂的身体啊 要比吃活物要更香 而且啊 还省静 所以啊 一些麻雀死去没多久 他们呢 就会啊 闻到死亡的气息 就会啊 前来品尝美味 以上三种原因呢 就是为什么 我们看不到麻雀尸体的原因 只要麻雀不是大量的死亡 我们呢 几乎是看不到麻雀尸体的 现在的年代啊 别说是尸体了 就连活着的麻雀啊 我们都很少看到了 因为麻雀是以食昆虫为食的 现在农业啊 应用了农药化肥 随之带来的就是啊 麻雀的食物越来越少了 所以啊 现在啊 再也不是麻雀鼎盛的时期的 但是麻雀啊 也不能轻易灭绝 因为麻雀的家族啊 拥有强大的生殖能力 好了 本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老铁们觉得麻雀的尸体 还有其他的去处吗 欢迎啊 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好